好 谢谢芝萱 政府在去年8月召集了专家判定 6项牛杂不属于内脏 为了放宽进口美国牛杂预先准备 最近才公告引起争议 今天立委田秋景呼吁卫福部公开专家会议 不要片面开放进口美国牛杂 政府拟开放6项美国牛杂 换取台美贸易投资架构协定批法引起反弹 立委质疑政府违反施关法 拼命放宽牛杂 而专家则表示狂牛症风险没有解除 不能保证食用牛杂安全无余 我们蛮担心的说 如果牛汁它的脑部那边有那个狂牛症 而包括那个病异异常蛋白 或病异蛋白的污染的话 其实它全身组织 当然说不止肉不止内脏 还有牛软组织都可能有这种异常蛋白 那个停留在那边 究竟是哪些专家认定6项牛杂不是内脏 立委要求卫福部交代清楚 比照瘦肉筋实的做法 全程公开会议让决策公开透明 卫福部竟然不敢把这个会议记录的竹子稿给我 甚至于连学者专家的名字也不敢给我 那我非常确信这里面一定有专家是反对的 但是这里面完全看不出来 尽管政府不断强调牛杂飞蜀内脏 没有狂牛症风险 但连国民党立委都提案封杀 这也立委也要求公开专家会议 对此卫福部表示 将评估可行性 新唐人演的电视 卢天长柳自营 台湾台报导